一个普通快递包裹竟藏着令人毛骨索然的秘密 2007年1月 青岛一家运输公司收到一个可疑之箱 工作人员打开箱子时 眼前的景象让所有人冷汗直冒 里面赫然是一具男性尸体残骸 这起快递人体案件到底隐藏着怎样的针线 2007年1月7日下午 青岛市一家运输公司的老板张明遇到了一件令他就立办案的事 早上7点 一辆来自广州的货运卡车送来了一个包裹 通常情况下 仓库工作人员会根据运单信息联系相应的快递公司或收件人安排取件 然而这次引起注意的是一个约80厘米乘以50厘米的纸箱 上面没有特殊的文字或图案 运单上收件人名为送得远 货物被归类为药品 发件人要求收件人自取 这个名字让张明和其他人感到有些奇怪 根据运单信息 工作人员联系了宋得远 但接电话的却是一位来自内蒙古的女士 她声称自己不在清党 也不认识叫宋得远的人 而且坚决否认这个来自广州的包裹是给她的 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 这个无人认领的指向 成为压在张明和他员工心头的一块大石 这50份 从箱子破损处渗出的暗红色液体 和难闻的恶臭 更是让人不寒而栗 到了下午4点 公司员工担心箱内物品已经变质 决定打开它 箱子一打开 所有人都冷汗直冒 在杂乱的物品中 赫然躺着一具男性尸体的部分残骸 张明立即向警方报告了这个令人震惊的发现 谁是这个受害者 为什么他会遭遇如此残忍的杀害 各种猜测和谣言开始四处流传 青岛市行政队迅速成立了专案组 着手调查运单的详细信息 然而运输公司掌握的信息十分有限 他们只知道发货日期是2007年1月4日 包裹从广州发往青岛 收件人是送的远 但发件人姓名未记录 货物被归类为药品 此外 发件人为货物投保了30元的保价 订单总价值为1万元 这个订单有几个可疑之处 收件人名字送得远似乎经过修改 而不是一次性写成的 从擦除和更改的痕迹可以看出 原来的收件人名字是送得快 但出于某种未知原因 发件人做了更改 除了几个手机联系方式外 没有其他联系收件人的方式 警方迅速联系了订单上列出的电话号码 但得到的回应 与之前员工得到的回应如出一辙 那女士尖装不认识送得远 也从未去过清的 更没有要求或接收任何包裹 而且通过电话交代 女士对反复被问及这些事情 表现出不耐法 根据这些线索 警方推测这位女士似乎与案件无关 但为了更加谨慎 专案组联系了内蒙古当地警方 对这名女士进行进一步调查 调查很快揭示 这名女士和她的电话号码 长期在内蒙古 并未离开过该地区 她是一名普通居民 与青岛 广州或任何其他地方都没有关系 根据调查结果 警方排除了这名女士 卷入案件的可能性 与此同时 专案组开始对受害者身份进行初步调查 箱子里没有任何身份信息 但法医检查确认受害者是一名男性 死亡时间约为三至五天前 警方还在纸箱中发现了几件物品 包括一张扑克牌 一盒椰树牌相验 一个一次性打火机 一份广州当地报纸 两件女士衬衫 床单和其他杂物 扑克牌 打火机和杂物是否是凶手有意留下的 还是偶然混入 仍是个谜 最大的疑问是 那两件女士衬衫属于谁 这表明专案组必须前往广州 对这个装满谜团的纸箱进行更详细的调查 1月8日上午11点 专案组刚从飞机上下来 就火速赶到了拱州市 短云区的运输公司 他们要查看发货当天的监控录像 当调查组找到负责运输的公司负责人 并要求解释时 他说的话 让警方泼了一盆凉水 他表示 公司的监控录像会自定记录和存储 但在一定时间后会自动删除 如果他们不及时赶到 也许两个小时后 这段录像就会被自动抹去 这是调查组能够更清楚了解情况的唯一线索 在验证过程中 根据监控视频显示 1月4日18时30分左右 一名身高约1.7米 体型中的 穿着棕红色五岭衬衫 首提公文包的男子 进入运输公司寄送包裹 他寄送的货物是一个大木箱 完成发货后 男子匆匆离开 调查组随后对接收这名男子包裹的员工进行调查 特别是1月4日晚班工作人员 当然这个人并没有给那天接单的员工留下特别的印象 员工只记得 对名男子非常急切地想知道 能否将包裹寄往上海 员工回复说寄往上海需要几天时间 然后男子询问是否可以立即将包裹寄往清党 在得到员工肯定的回答后 男子迅速完成了手续 将这个药品的包裹寄往我清党 此外男子还购买了一份价值30元的保价 保险金额高达1万元 在联系了运输公司办公室所在工业园区的管理委员会后 调查组获得了明天晚上的监控视频 经过一系列调查和视频数据分类 他们找到了一段面向运输公司的监控视频片段 调查组发现 1月4日18时15分 该男子从一辆出租车上下来 在快递办公室停留后 他拿着三个纸箱进入了运输公司 大约15分钟后出来 抱着剩下的两个纸箱继续往前走 之后 男子和两个纸箱就抽出了监控视频后的范围 根据获得的线索和对男子行为的分析 调查组推测 另外两个纸箱可能装着尸体的其余部分 他走的方向不是朝向入口大门 而是朝向工业园区内的其他运输公司 顺着这个思路 调查组确定那两个纸箱肯定是通过快递服务寄往了别处 然而要确定男子把包裹 既往哪家公司以及既往何处最好困难 工业园区面积很大 大约有200家运输公司 调查组将调查范围缩小到可能接收过这两个包裹的约100家公司 在广州警方的配合下 调查组继续审查和排除无关的运输公司 同时也在寻找是否有人以送的远零意收到过包裹 调查和筛选变得非常困难 因为许多运输公司采用轮班制 后班的工作人员并不熟悉早班人员处理的人或物品 一些运输公司的货物记录杂乱无章 许多物品甚至没有记录在案 此外一些公司要么没有安装监控摄像头 要么塑像系统不能正常工作 经过多次失败的尝试 在调查的第四条 调查组在一家公司的记录中 发现了一个收件人名为宋德快的信息 这个名字与之前包裹上收件人的名字非常相似 两个订单上的笔记也很相似 宋德快的联系信息与青岛包裹上留下的信息完全吻合 调查组迅速在另一家运输公司找到了剩余的 以宋德快为收件人的发货记录 可疑男子的发货记录终于在调查的第八天时已被找到 根据记录 1月4日18时30分 19时和20时 一名男子依次在三家不同的运输公司寄送了包裹 这些包裹随后被运往青岛 张家岗和北京 北京和青岛的运输公司收到了包裹 但没有人来取 剩下的包裹则被转移到了张家岗 此时事件被报告给警方 当晚 北京和张家岗警方集合了包裹进行检查 最终确定 这两个包裹中 装面有一具疑似死者的尸体的剩余部分 至今为止 受害者的身份仍然是个谜 虽然收集到了受害者的身体部位 但他们是在三个不同的地点被发现的 无法确认身份 现在确定受害者的身份 对调查组来说是一项极其艰难的任务 特别是因为凶杀案发生在广东省广州府 这是一个人口稠密的城市 广州有许多来自其他地方工作的人 他们多年不回家或不与亲属联系 即使发现失踪的亲属 他们在另一个省村或城市报告无杀案的可能性也很低 因此 通过与失踪人口信息比对来确定受害者身份 几乎是不可能的 结果 调查组将重点转向调查在青岛纸箱中发现的物品 以寻找有价值的线索 他们追踪了纸箱中物品的来源 发现他们是由一家报社于2006年12月30日生产的 基于这一信息 调查组接触了报纸出版商 希望缩小调查范围 点儿这份报纸发行量很大 分布范围相当广 难以找到有价值的线索 包裹内还发现了一盒椰树牌香烟 这是当地一种流行品牌 当时的价格在3到4元人民币的间 虽然无法准确确定这盒香烟属于受害者还是凶手 但很可能买家属于广州的低薪阶层 此外 纸箱中还有一个一次性打火机 上面刻有广州月秀金贸电脑成的字样 调查组还走访了销售这种打火机的商店 并提供了受害者的重建肖像让店主辨认 但店主并不认识受害者 调查组还检查了指向中床上用品和衣物的标签 以确定生产地点和消费范围 从而限制调查范围 然而经过几次调查 他们仍然没有找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尽管几次失败 但调查组觉得他们离真相越来越近了 至少从打火机的分析来看 无论打火机属于受害者还是凶手 都可以确认这个人很可能位于月秀区 而不是白云区运输公司所在的地方 之前收集的监控视频 成为他们继续调查的重要线索 调查组多次查看和分析视频片段 但由于距离远和摄像机记录不清晰 识别嫌疑人存在许多困难 载着嫌疑人的出租车 被确认为一辆浅蓝色的奇亚车 车窗被遮盖 但无法清楚看到车牌号 然而经过几个小时的仔细检查 调查组发现了出租车的另一个重要特征 车顶灯箱上的文字虽然看不清楚 但由四个字符组成 推测这四个字符可能是出租车公司临筹 随后调查组与广州警方合作 收集了大量城市道路的监控视频 但没有找到关于这辆出租车的进一步线索 调查组决定在路上设立检查站 希望找到带有类似出租车头灯的车辆 并从这些车辆中追踪嫌疑人 调查组监控的越多 收集到的有价值信息就越多 通常出租车头灯上的字只有一到两个字符组成 这意味着广州只有少数几家出租车公司的名称 由四个字组成 基于这一分析 调查组和当地警方迅速确定了一家 车辆上有红色标志的出租车公司 在联系该出租车公司负责任后 警方发现该公司共有297辆出租车 所有车辆最近都进行了更新 其中约100辆出租车配备了GPS跟踪系统 经检查这100辆出租车的行驶路线后 调查组发现 1月4日晚上 有两辆出租车曾到过白云区的工业区 两名出租车司机立即被传唤接受询问 一名司机升州 他没有进入工业区 只是在门口放下乘客 而且乘客没有携带任何纸箱 另一名司机则表示 他确实进入工业区 而且他车上的乘客确实携带了纸箱 根据这名司机的回忆 1月4日下午5点30分左右 当他驾车经过远港村一个老旧的小区时 一名女子跑出来招手拦车 司机迅速停车 接了地名乘客 他带着三个纸箱 还有一名男子陪同 两人说要去运输公司区域 男乘客年龄约30岁 身高约1.75米 体型中等 女乘客年龄约40岁 身高不到1.6米 略胖 两人似乎相互认识 但在车上几乎没有交谈 这两名乘客给出租车司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尤其是那名男乘客 那天天色一晚 太阳几乎看不见了 但他仍然戴着墨镜 坐在前排的女乘客 似乎对广州的道路非常熟悉 司机本想走主干道 但女子坚持指引插走小路 结果证明这样确实更快 尤其是到达快递公司区域后 女子在工业区外下了车 而男子则进入工业区 让司机在一家运输公司前停车 付完车费后 他从出租车上取下三个纸箱离开了 根据司机的证词 以及与监控视频中捕捉到的 女性嫌疑人在工业区入口后的外贸对比 警方从1月11日晚上 开始在远港村附近的小区站跟调查 他们还检查了小区周围的监控视频 并对嫌疑人进行筛查 然而专案组的第一阶段调查 并未找到符合出租车司机证词的嫌疑人 难道嫌疑人在作案后已经偷跑 带着这样的思路 调查组开始了第二阶段的调查 除了调查嫌疑人 调查组还对该地区的物业管理处 和其他管理机构的工作人员进行了调查 同时审查工业区内外的监控视频 已识别嫌疑人 就在这时 小区里的一位居民好来向调查组报告 这位居民称 在他所处的小区六楼 有一名租房的女子 与监控摄像图中的女子相似 但他只知道那个女人姓芳 对他本人和家庭背景并不了解 但他经常看到一名男子来访 读到这一信息后 调查组立即前往该地址 将该可疑女子抓护 在对房子进行初步搜查时 他们发现了几个与案件中使用的类似水项 这名女子被确认为封燕 42岁 远岗村居民 方燕被带去接受训问 起初他否认与案件有任何关系 然而当面对在他出租屋中发现的证据时 他改变了故词 他透露 与他一同乘坐出租车的男子名叫陈涛 32岁住在邻近的一个地区 在警方搜索出租屋时 民警在客厅 卧室、厕所等地发现了多处血迹 通过法医检查 调查组确定血迹与受害者李建宝的血迹相符 李建宝在广州工作超过10年 积累了相当可观的积蓄 2006年初 方燕和李建宝相识 而且很快发展成恋爱关系 然而2006年3月 方燕认识了在运输公司工作的陈涛 陈涛年轻高大 给方燕留下了深刻印象 到2006年底 方燕和陈涛开始同聚 从那时起 方燕有意避开李建宝 每当他试图找他时 他都冷卧地拒绝 得知这一情况后 李建宝多次寻找方燕 希望他能重新考虑 但方燕始终冷漠无情 这让李建宝非常愤怒 结果两人大吵起了 在2007年1月4日 李建宝找到方燕 再一次追问方燕是否和他复合 在被拒绝之后 李建宝冲到方燕面前 将其推倒在地 用手死死地掐在方燕的脖子上 眼看方燕 就要被李建宝活活掐死 躲在厕所里的陈涛 再也忍耐不住 他冲出厕所 将李建宝推倒在地 原来 他当天刚好在方燕家中 目睹了这一幕 于是两人联手将李建宝压倒在地 用铁丝将其累死 可事后如何处理尸体 这成为一个问题 最后还是从事物流行业的陈涛建议 可以将尸体肢解后 用快递纸箱邮寄出去 一般快递公司 对于那些没有人收的快递箱 都会集中处理 到时候也不怕警方查到他们的身上 但他们千算万算 还是漏算了警方的侦查能力 只因为一个细微的线索 就能够抽丝包检 从青岛一路查到广州 而犯了杀人罪的两人 也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惨痛代价 在本案中 两人的行为均构成故意杀人罪 属于共同犯罪 但对于谁是主谋的问题 两名被告人在法庭上互相推诿 七日清分早已在被捕的那刻 烟消云丧 两名被告人都不想被判死相 都想获得从轻处罚的机会 那么该案又该如何判决 在司法时间中 一般情况下 情杀案 区别于严重危害社会治安 严重影响人民群众安全感的案件 简而言之 就是被告人与受害人之间存在恩怨纠葛 由此引发的命案 那么法院充分注意体现从严的精神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在五国刑法中 还设有侮辱尸体罪 是指盗窃 侮辱 故意毁坏尸体 尸骨骨灰 从而构成的犯罪 不过在杀人案件中 会逃避侦查而故意损坏 遗弃尸体的 并不以侮辱尸体罪定罪处罚 但会作为故意杀人罪的从众情节 而对故意杀人犯罪是否判处死刑 不仅要看是否造成的被害人死亡结果 还要综合考虑案件的全部情况 包括被告人分尸 抛尸的手段 如果犯罪情节极其严重 犯罪后果极其恶劣 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即使是情杀且造成一人死亡 被告人也可能被判处死刑 但在本案中 因为被害人生前曾做出过 恨处被告人方艳的行为 在案件中具有一定过错 因此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该案后 以故意杀人罪依法判处了被告人方艳死刑 缓期两年执行 剥夺政治权利诸身 被告人陈涛被判处无期徒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其实这桩特大的刑事案件 归根结底还是源于婚外情 而通常情况下 出轨的人都容易抛弃底线 事情也就具有不可控性 最终发展成无法挽回的悲剧 至此快递尸体的案件已经结束 两人都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方艳和陈涛为了掩盖杀人罪行 竟然将尸体分装游击 他们原本以为这样就能逃脱法律的制裁 却不知道正是这种处理方式 成为了他们最终复法的关键 所以我们再次回到这里 感谢观看